针对近日媒体揭露 北部一家知名烘焙原料进口商 坚然篡改巧克力原料的有效期限 并且贴上新的标签 向往国内的五星级饭店餐厅 为此市府卫生局就前往辖区内的五星饭店 机查检验 要为民众的卫生安全做把关 我卫生局会主动出击 我会针对我们大海中五星级的饭店 我们会常常用物料 12月8号的话我们还有禁一盒 那基本上昨天消息一出来之后 我们就立刻把产品下架 然后销毁 然后进待调查 它长相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 类似像催堤珠这么小的装饰品 差不多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东西并没有在 它的过期性商品里面 业者表示 在今年9月以及12月 分别都向遭到指控了立委贸易公司 进货500公克的装饰用巧克力棒 虽然并没有列在被质疑的八项产品当中 但由于和贸易商扯上关系 因此业者还是决定全面下架 改换其他的替代商品 以免扎了自家招牌 他没有跟立委跟立委公司进了啦 他已经改为拉伦 他只有用在蛋糕上吗 饮料上面有 那个都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巧克力卷 它放在蛋糕上还是可以使用吗 它放在蛋糕上 它是放在蛋糕上是可以使用的 那这个斑马巧克力棒 是在做装饰用的 西点的装饰用 那现在经典 它是改这个 类似这种方式 只是在西点上面当作一个装饰品 卫生局表示 由于原物料流向广泛 因此将不只针对饭店业者进行抽查 这几天也将陆续派员到各地传统市场 以及西点面包店进行查验 同时也提醒民众 巡购商品还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如果标签上有不寻常的土改字样 可能就是有问题 记者红家好往谈说什么的